省第13次党代会报告提出 要加快农业强省建设 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丰富乡村经济业态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盘景市认真贯彻落实 积极谋划粮油产业发展新思路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提升产业集聚度和产能利用率 做强做优粮油产业链 推动粮食经济全产业链发展 这里是中储粮辽东湾直属库 粮食仓储物流项目的建设现场 中储粮的五个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那么新开工的三期建设项目 规划建设的20座大直径统舱 正在进行装基础部分的作业 中储粮辽东湾直属库 粮食仓储物流项目 依托盘景港粮食物流重点线路 和重要节点优势 依托盘景供铁水多市联运的 粮食现代物流立体网络 进一步强化中储粮进口大豆储备能力 发挥国家储备蓄水池和缓冲器作用 现在我们抓住冬季四公黄金期 加快推进中储粮五个项目建设 将新增粮食昌容93万吨 中储粮盘景基地项目全部均工后 粮食昌容量实现244万吨 进一步提高中储粮在东北地区 粮食储备和流通能力 近几年依托盘景港 以中储粮为龙头的粮企纷纷落地盘景 粮食集输运体系进一步健全 粮食产业集群规模不断壮大 粮食产业链条也不断拉长 一海家里盘景企业群创新研发出水稻循环经济 充分挖掘肺腹产品潜在价值 延长产业链 目前公司每日处理水稻2100吨 处理米糠1100吨 同时衍生出米糠蜡 米稀粉等高附加值产品 水稻加工废弃的稻壳用来燃烧发电 满足工厂热点供应 燃烧后的稻壳灰可年产白炭黑3万吨 活性炭6000吨 推动绿色低碳环保经济发展模式 将粮食资源综合利用加工增值 带动传统农业和农产品的粗放发展 向精准发展转变 使农业产业定位更准 附加值更高 产业力更长 省第13次党代会报告提出 要推进锦州 营口 盘景 东北粮食集散和精深加工基地建设 2021年 盘景港粮食中转能力达到1000万吨 粮食加工产业产值预计超过200亿元 14、15时期 盘景时继续将粮油生物科技产业作为发展方向 形成水稻 大豆 玉米 特种植物资源特色产业链集群 实现产业增值增效 打造盘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以建设东北粮食集散和精深加工基地建设为核心 以中储粮 惠辅粮油等大型粮油企业为依托 加快发展粮食仓储物流产业 食品加工产业 及副产物精深加工产业 建设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区域性保障城市 祝盘景记者报道